OKOK 欢迎来到博康百将排行 今天我们来看看排名鸟的武将他是谁呢 百将第二位 中义武侯 诸葛亮 诸葛亮自孔明 浩沃龙 山东 林仪人 27岁提出龙中队出山 刘备据此建立蜀汉霸业 41岁封城巷 47岁开始首次北伐 在接近8年的时间里面五次北伐 过于新郎54岁便病死于武藏人 想要更了解诸葛亮的生平 我们可以去成都的武侯祠 当然武侯祠不光是诸葛亮了 他是一个君臣和寺 刘备诸葛亮关于账费什么的 你都可以看到 然后你逛累了对吧 旁边就是景理 吃吃美食看看便脸 当然程度肯定不止这一个地方有吃嘛 满地的美食 四川火锅蛋蛋面龙抄手 串串夫妻废片什么的 说起这个串串的干蝶啊 说起诸葛亮的属性啊 百版五十级自然成长 武力58全武将第81 统帅213全武将第二 智力247全武将第一 速度64全武将第89 最最顶级的统帅和智力 使得他带辅助技能 带输出技能 强度都不会低的 缺点呢 是自带技能打击面不广 自带技能神机妙算 概率打断敌方群体二人 主动技能的释放 并造成谋略伤害 做主将时 伤害还受到双方智力差的影响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主将效果 薄康最牛的一次 对面官媚放了三个主动技能 第一回合就没了 缺点就是只针对主动技能了 其他的比如 突击战法 指挥战法 还有平A 都不是他的影响的 但他还是比较克线的 那些组的阵容的 比如陆迅 贾许 张角什么的 楚国内战呢 他基本都克的 然后是兵种式性 枪兵 弓兵 器械 3s 骑兵 盾兵 就不考虑了 那么在队伍中的定位 就是可输出 可辅助 因为是法师 所以都是中漫出队 那么如果打输出的话 最好肯定是当主将 因为他有主将效果 你就把他当成 打击面没有那么广的将围 因为自带技能 只正对主动战法吧 携带技能呢 也可以超将围的 夺红背手对吧 但别人毕竟 全武将第一的智力 你的当风兵 我也都可以的嘛 反正所有法师技能 在他身上输出肯定最高 因素主感 不况建议你点红色 文涛指约肯定最佳点法 然后你说是剩下一枪 还是骑身相声 你带突击 肯定骑身相声更好嘛 其实都无所谓的 那你是工兵吗 你比如数智什么的就来了 枪兵吗就数枪 变换很多 强度也都不低的 特强之路前面都交过了呀 那当他打辅助的时候 他一般就是副将位了 第一的智力 第二的统帅 辅助技能随便带的呀 主智力嘛 你就罢门战毙 然后带个刮骨撩毒 阴城自首什么的 那如果你主统帅 那肯定是军民加草船嘛 然后这块的兵数嘛 不况就简易你点绿色了 元旗逼宫 眼旭里金 都是老搭档了呀 那阵容这块嘛 对吧 你还是看工兵或者枪兵嘛 工兵嘛 他就是什么麒麟弓天水弓的 枪兵的变化更多了 对吧 财俊枪 什么各种属相都可以的 这就是诸葛亮 为什么能拍第二啊 适配性太广了 然后呢 传传技能 蛇战群儒 对吧 还是那句话 没有四个诸葛亮 你不要猜 然后特技装备 什么白雨扇四轮车什么的 真的无所谓的 不影响强度的 OK 那本期诸葛亮的介绍就到这了 你们猜猜第三位 他会是谁呢